乱桑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4年的梦幻联赛第22赛季 小组赛第二个比赛日的第二轮 那么XG对战的是Spirit 在刚刚结束的A组比赛当中 AR是0比2输给了BB 那么A组现在的情况 那么A组的话已经是三轮比赛打完了 我在这里也给大家稍微的来说一下 现在的一个积分情况 A组目前的两支中国战队 分别在第五名和第八名 那么中国战队AR是在第五名 他们和GG居然是同分 这个很神奇 他们居然和GG是同分 GG也是两胜四负 AR也是两胜四负 然后另外一个同样是并列第五名 有两胜四负的队伍是Heroke Heroke那个队伍的话 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熟悉 因为这个队伍确实他们 是一个南美的队伍 而且他们的一号位是叫做K1的男人 对吧 然后五号位KJ KJ就是K勾 那个选手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些印象 他们的四号位应该有很多人知道 但是我不会念他的名字 不会念他的名字 所以现在也就是说AR如果想要去在A组出现的话 那么剩下的对手 AR剩余的对手 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去汇报一下 第一个对手也就是 待会在这一轮XG对战SPIRIT的比赛结束后 他们会去对战Heroke 然后在明天的比赛当中 他们会和IG进行一轮的内战 那在第三轮他们需要去挑战 现在在A组排名第二名的OG 那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呢 他们将会去迎战现在A组并列第二名的VP 所以对于这个AR来说 我个人盲猜 我个人盲猜一手 他们应该是至少可以和Heroke打个1比1平 尽力争取一个2比0 然后呢应该是可以战胜IG 这样的话他们的分数是比较有可能去拿到一个前四名的 那至于A组这边的话呢 B组这边就比较有意思了 B组这边呢是四支队伍三胜一副 四支队伍一胜三副 也就是说现在说是八支队伍 但是分数现在只有两个分数 所以现在B组是四个并列第一和四个并列第五 因此B组这边确实是打得非常的胶着啊 目前 好了那么来看一下回复到这场比赛当中来啊 看一看XG的对手Spirite啊 这场比赛这个阵容就有意思了 那么尤其是XG这边呢 这场比赛居然是比较少见的给AME掏出了炼金术士加征担的黑鸟 不过XG这场比赛在整体的阵容选择上面其实是拿出了两个很厉害的二人组啊 一个是冰女加上老虎这个我最近这个版本经常会给大家推销的一个二人组的酱油味 但是这个黑鸟加炼金术士它的优点在哪呢 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在于黑鸟可以不用着急自己去出A 完全可以让炼金给他养一个他先自己出别的装备 这边抢服先看一下啊 抢服哎呦XG这边是算计了一下对手上路拿到了双服下路拿到一个三服开局还是非常不错的 黑鸟这边他搭配炼金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可以考虑自己先不用出A等着炼金去给他养 然后炼金呢在拿到自己的五件神装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考虑开始给黑鸟去养A了 这个是这个二人组可能听起来这个好像也一点也不厉害对吧 好像听起来一点也不厉害但其实很厉害啊 其实效果很好 如果大家在比赛当中有见过这个二人组在一起的比赛或者是类似情况的话 应该会有一些影响啊 那么Spirit这样比赛中单拉尔达了一个宙斯大哥位的巨魔战将 然后再加上一个三号位的船长 现在这个版本的船长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用的一个英雄 尤其是在中路这个位置上啊 中路的船长现在我觉得他可能比三号位的船长 我个人感觉和在比赛当中啊 看下来的这个体会是要比三号位的这个船长要厉害一些 当然了中单船长也有他的一些弊端啊 这边拉尔仗着兵线比较多过来换一波钱换一波血量 那么小毛呢也是赶紧种一棵树吃上 然后这里扔一个法球把两个人的血线拼得差不多 拉尔刚才跳上来的这一下啊 你看他跳上来的去跟着队A的这个动作 这个应该是在平时的训练和比赛过程当中已经用过无数次的一个操作了 这块这个黑鸟关慢了啊 想去反捕没有来得及 这个兵线还是被兵线给打掉了 现在中路的宙斯呢 7-1 黑鸟的话5-1 从正反捕的这个比例来说 其实现在的这个数量上来讲啊 小毛是不吃亏的 拉尔现在他的中路这个捕刀为了保证自己的一个 捕刀数量 他已经把蓝量打光了 他已经是打光了蓝量 但是黑鸟不用担心 黑鸟这边只要升到了三级 有了光环 他的蓝量永远不会光 甚至时不时的就回一口 时不时的就回一大口 这边看看拉比克这拉回来 连金术是一个瓶子扔上去 这边看看是杀还是救 这边选择的是打对方的这个船长 还是攒满了 然后扔三物给一口瓶子扔上去 直接轮一手对方的船长 并没有选择去打这个拉比克 那也就是说知道拉比克杀不掉 还是先把船长的血线压下来 来保证接下来的一个捕刀的优势 GAME的正反捕 方便来看的话 因为小一生这个秃秃的漂亮啊 直接补到两个兵 顺便撞到对方的英雄 可惜的是没有踏 这边有踏的话 可以把这个 狮王的血量 应该是能压下来不少 那么上路三号位的兽 现在只有四杠一的正反驳 被打的有点炸 说实话 主要也是因为对方有个狮王 这个狮王现在活起来 我其实挺好奇的一件事 明明现在这个版本 早就应该 狮王这个英雄 早就应该活起来了 一天到晚的大哥 为一帮力量型壮汉的三号位 打的怼在这个塔下 出不了出不去 动不动就被对方力量型三号位 起脸输出 那这为什么没有人选狮王 对吧 我就一直很好奇 这个事 前两天比赛 我还在 我在看这个事 AME这边有点难受啊 被对手直接举到了 一个船长的水里面 追了一顿砍 那么兽在上路这里开个 你看这狮王打力量型英雄 那真的就太厉害了 手拿把针的事 这里把墓碑点掉 点完了以后呢 迷福沙克这里还在打 甚至还补个道 时候这里一个图 哎 你们两个人的这个配合 有的时候 他就看起来 有那么一点点的生意了 不过还好 对方五号位的这个狮王 这一波呢 也是估计也是想好不回去了 估计是想好了 因为从他走位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 其实应该是跑不了的 一号位 狮王没人开发吧 专打对面三号位 你为了打对面的三号位 然后你就去选出来一个非常 非常奇怪的一个大哥位 该干 就原来大哥位的事干不了的 一个一号位 这个其实是不太合理的一个选择啊 虽然我之前给大家做过这个一号位 狮王的第一视角 但是那种第一视角 他主要是为了节目效果和整活用的啊 他的通用性是比较差的 这玩意儿巨魔战将呢 想把兵线勾过来 但是看了一下 好像确实有点来不及了 那么这样的话又被对方勾回起 不是兵 真情这里被这个巨魔战将啊 不停的在切换远程近战 远程近战 来方便去追击 多点了好多下 现在巨魔无解肥啊 太肥了这个巨魔 团长还能用呢吗 感觉是不是有点弱 团长多强啊 这里中路小毛这波 吃猫瓣 提前吃了 对对手在不停的追 这块关一下自己 等一下队友支援 老虎过来一发心落 先帮他把这个小僵尸点掉 先帮他把小僵尸点了 哎呦 这个地方心情也没有来得及去点 这个小僵尸确实离得有点 离这个墓碑有点太近了 点不掉了 来不及 如果已经拉开一段距离 不会再刷新新的小僵尸的话 这个老虎把小僵尸点了 这一波呢 没准还能再多狗一下 这样开局已经是被 Spirit三线的优的一个状态了 下路里边呢 虽然没有压住这个链金 但是船长的发育 也是相当的优秀 31-5 正补呢 全掌敌 这块给上一个水刀 然后插 水 然后看一下 拉比克 橘 再来一额合击 AME知道自己跑不了了 想要去拼一个人下来 不过没有拼下来 Mira这里生了一丝去 冰女的英雄 前期没什么办法 这个老虎要动起来呀 这样比赛老虎一直不动啊 上路这个牛保不住 该动到动的呀 对方的狮王反而都四处去动了 老虎不动这有点过分了 下路炼金术是有瓶子有酸物 冰女里边有冰封禁制 老虎去下路支援的话 其实成功率会非常非常的高 你中路过来去杀这个宙斯的话 黑鸟在拥有了三级关的时候 你来中路游宙斯 这个成功率也会非常的高 中路对方的宙斯血线 似乎一直保持的是不错的 下路这里看看瓶子扔上去 团长给上一个水 给了一个预判的水 不过自己这波还是被AME拿到了这个人头 上路那边呢 受脱掉了对方的一只小鸡 顺便再勾一波冰回来 小学生现在这个对线打的 还是非常聪明的 而各种难打的对线 小学生都在想办法 把这条线打的 是变成一个我能对线的状态 咒斯这块这个大剑完了以后 小学生剩了一丝血 暂时没有死 看看身上 这波好极限啊 小学生带着对方的这个兵线青野 然后被咒斯过来 打了一整套加上一个大招 小学生愣是没死成功逃生 那这波赚了 这波是一个大转 因为他刚才跑到野区的这一波呢 把该打的钱打了 然后自己呢成功的撤退了 老虎这根剑 哎呦心情今天这个手感好像不是很好呀 今天心情这个手感真的是感觉好像不是很好 来的太晚了 对方又兜了一圈过来 尸王再吸一口 一个手榴弹扔上来 冰女转身给一个脑啊 给一个冰冰金质 拉比特一个扔老虎过来 星路啊 那么先杀米尔也行 一个瓶子就一下 完美 这里转身一个瓶 没有被对方吸出来 老虎一根剑 这一根剑终于是射中了对方 左腿的第26根腿毛 把对方送走 打转了打转了打转了 终于打转了一波 太不容易了 另外这场比赛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呢 就是这场比赛这个炼金术士啊 在下落对线对手的一个拉比克 加船长的情况下呢 只用了8分钟 现在的经济就已经来到了遥遥领先 借助着刚才老虎这一波下落的支援 再加上炼金术士 及时的反过来的支援 这波状态非常好 感谢BMAVEIN老板的灯牌 谢谢老板 感谢翘翔的金沙老板的抱枕 西瓜老板的红包 感谢各位大佬的牛蛙和小花花 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 昨天他的状态也不好 心情 他这确实是在体能上面 可能确实有点累的 讲道理是真的有点累的 虽然从这些职业选手 他们平日的训练量来说 连续的打几天的比赛 问题不大 说实话离问题不大 从体能上来说的话 绝对支持的 就是状态上面 可能确实会受一些影响 看看小医生 这波冲的不太远啊 那么也接着跑 拉比克这个位置 截一下能举起来吗 没举起来 小医生离吼一嗓子 接着跑 漂亮 给了一个飞幅减缩 小医生这样比赛 这是装了定位装置了呀 这是 爱能跑了 没事 MC更烂 所以心情还赢了 我觉得现在ame的最近的状态这么好啊 对于亚托洛来说是一个好事 因为这样的话 亚托洛就又可以看ame的视频学习了 这里老虎预判了一根风路剑 这个风路剑没有问题 亚托洛在上边已经是被受直接单杀了 这块小猫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关 这块关一下 然后这你还想TP 你就太假了 这个TP太假了 给你看看冰女 这个冰女肯定是没了 被对方水回来 然后再加上一个 插回来一个船 再加一个水刀 咒死一个小店 拿到这个人头 但是现在人头数6比3 整体的局势啊 场面上的这个局势来说的话 差距的优势很大 真心是很大 这场比赛 小毛的这个黑鸟 黑鸟特别特别的克巨魔战将的 其实 巨魔战将对于那种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强的伤害 但是控制时间特别长的技能啊 恨的后槽牙 真的有恨的后槽牙 因为一般越是没有伤害的 或者其他效果的控制技能 他一般那个伤害 他这个持续时间会越长 看看小医生 这个位置被对方标记给上 拉回来水 不过没有船啊 船直接用过来 这个地方的大招刚钻 就被拉比克直接描曲 小医生的一个技能 反正放的倒也是无所谓 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大招 着实是不老值钱的 作为一个大招 他拥有着很多英雄 小技能都很羡慕的一个CD 专业主播要敢于下判断 大叔为啥现在都要等半秒 我没有等 我没有等 我就很专业 都是敢于下判断 我现在只是判断 比之前的要更加准确了 但是更加复杂的判断 更加准确的判断 往往需要这个更长的判断时间 以及更加这个准确的一个形容的词汇啊 这波呢是被这双秒掉了这个兽 但是船长的机能已经放光了 所以XG并不是很怕 XG这波是想去打的 XG这个位置过来兜了一圈 看了一下 对方这帮人跑来是挺快的 练金术士手里边的这个 哎呦 这边让这个练金术士在刷脚相尸的 这AMP 哎呦我去 一拳十四 一拳十四 这AMP可太爽了 你投一回 这建这么大钱的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在刚才练金术士这个动作 肯定恨着对面 对面在这疯狂骂街 这什么垃圾游戏 真的对面刚才觉得 骂街 什么垃圾游戏 对面怎么打一下就有钱 打一下就有钱 我们怎么没有 我们怎么没有 练攻防这真是 好家伙 网游练攻防 刀头RPG的 有些那种 就是特别长时间的一张地图 那种RPG 经常会有一个专门的炼击区 就类似的那种感觉 说快点 拿Spirit 不太用奶 这场比赛呢 对于XG来说 就一个原则 就是往后拖就赢了 就特别简单 往后拖 就越玩打团战 这个XG的优势越大 Spirit的这个阵容的核心输出 尤其是到了游戏的这个后期的时候 他的核心输出就一个人 就一个巨魔战将 然后但是巨魔战将这个点呢 他可以在游戏的后期 利用自己A杖的飞斧 来解决冰女冰封禁制的这种控制 但是他解决不了黑鸟的关啊 对吧 飞鸟的关给你关到异世界了 对吧 然后你在那边放了个飞斧 你在那边放的飞斧 他截不了这边的壳呀 他不会把你从这边放过来 对吧 所以对于XG来说的 就一个原则 不要再被对方的 不要在自己顶不住 对方一轮输出的时候 就跟对方开团 或者被对方不停的逼团 就可以了 只要能顶住一波 也就是船长的船 加上他的红楼浪潮 加上第一个潮汐波 然后宙斯的那一套三连 再加上巨魔战将 第一时间冲脸过来 只要这一套的伤害 XG可以通过装备的成长 等级的成长 血量的成长 和自保能力的成长 给他顶掉 顶住了 不要有太大的损失 那么这个团战就会很好打 因为打反手来说的话 打反手和持续的击杀技能来讲的话 无疑是XG这个阵容要更舒服一些 据说真的有谁老板的灯牌 感谢龙在天涯老板的 龙在牙 龙在牙老板的灯牌 不是龙在天涯 龙在牙 谢谢老板 现在已经想象不出来 AME出山的画面了 这个炼金术士出山这场比赛 应该不会太着急 因为作为顶级职业战队来说的话 他们对于场上的理解和认知 肯定比我要强的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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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肯定是知道 自己这场比赛 现在只要慢慢的往后拖一拖 就很好打 而且这场比赛 其实作为XG来说 他们现在比较亏的一个点 是三号位 小学生的经济是比较少见的 比较差 当然这场比赛差也没办法 因为有一个特别尴尬的问题 是什么呢 黑鸟和这个炼金术士 这个阶段都要刷 而且这两个人肯定是刷安全线 那留给这个瘦的线吧 往往就都特别的远 特别的危险 所以你看这场比赛 大家已经 我估计大家已经见过好多好多好多次 这个小学生的兽被对方 一群人围追捕捷的一个画面了 就是因为他去能够刷到的线 往往离对方都很近 都是一些危险的线 所以这场比赛他是比较穷的 但是小学生这场比赛的表现也相当之好 尽管他一直在刷一些特别远 特别危险的线 但是他没死太多次 到现在为止他真的没死过几次 这一点非常厉害 感谢 提问1550老板的20个灯牌 谢谢老板的20个灯牌 老板大气 小学生在插击真是责任重大 小学生这边反正确实厉害 刚才有观众问为什么船长不插 因为船长并不是满级的插 满级的船长现在是三级插 三级插加三级水 炼金现在手里面是有灰药加安全泡泡加一个跳刀 现在经济已经12600了 四个人的一波开悟从下路往中路走 那么过来去赢一下炼金 不过对方应该是意识到差距一些人过来支援了 所有的人都抱在一起 而且明显是占了一个破屋站位 宙斯甚至为了防止对方有塔后眼呢 去撇一下塔后的这个地面 金情好有钱 老虎这个英雄就是作为一个四号位的时候 如果队友长时间不打架 他是会非常容易有钱的 因为路过野怪就射一下 这个地方冰女技能不错 直接放大 对方第一时间没有看到 然后马上取消掉自己的这个大招 瓶子扔上去 现在对方的这一波抱团的杀掉了一个冰女 但是技能交了一大堆了已经 炼金术士过来直接开始砍墓碑 这个墓碑要奶一口吗 没有奶 这个墓碑没了你们也打 墓碑没了你们还敢打 黑鸟里边直接一个大招 然后关一下炼金术士 老虎一根剑兽突过来 大招BKB 钻住对方的去拨战架 直接就是两刀封砍 送走对方了以后呢 这一波AME没有顶住对方的输出 但是黑鸟还有伤害 能不能再拼掉一个 再拼掉一个 nice 老虎跟上来 再跳过来一个星路 对方的船长死于黑鸟的关 五人团灭 他这打的太牛逼了 我跟你说 哎真的这团上打的太牛了 直接打成了一波三换五 这兽相位鞋直接裸BKB 我跟你说 真的这种选手 这种选手他就该赢 你知道吗 就这种人打比赛他就活该赢 直接开着BKB往上冲 冲上就大招钻着对面的大哥 反正你没有无视摸缅的控制 大不了你拉比克 你偷我一个钻 你过来钻过来 那我没办法 但是只要除了拉比克 这一个技能之外 我开着BKB 钻着你大哥往地上撇 你就是打断不了我 急死尼尔我跟你说 冰女第一时间破雾 直接在树林里边开大 把对方的墓碑和船长的船 都给吃了 然后一个五号位 吃掉了对方两个关键技能 然后到第二时间 炼金术是隐身过去 把对方的墓碑砍掉 仗着自己剩余大招 时间还足够长 在前面拖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 自己的黑鸟过来的第一反应 是先拍大招 然后再关 马上关一下链金 老虎一根剑过来 开到视野 受BKB 开始冲上来 直接钻住对方的巨木战将 整个的团战打得太舒服了 看着 输赢都搁一边 就插进这个团战打得真好 感谢任清风老板 疯狂心动 谢谢老板 看看这里 船长插水 拉回来 老虎直接给上一个大招 冰封尽致 加老虎剑 转身 反杀 受大招 转住 又是没给他开出大招的机会来 漂亮 小医生这边BKB开 直接冲了 就是一个大招 怼脸 打得真好呀 查记这个比赛 打得真好呀 还是那句话 大叔 TI5能对查记 能有邪念吗 不 不能 不能 不要有邪念 这个有不了一点啊 BKB早出不省才是真难认 大根的刀台ID就是这个 BKB早出不省才是真难认 老虎这边直接出到了卫视镜甲 下一个装备做笛子 然后冰女身上是长盾 正在做大群章 斗现在是跳刀BKB 有跳刀了 然后准备自己出一仗 因为炼金术士的一仗就算是养 他也不会第一个养他 再说了炼金术士 反正养一仗的话 就算自己出了 只要炼金愿意养 也是把自己身上的那个原价退还 原价二出二手 对吧 而且是出给NPC NPC还不能不要 你说这买备上哪找去 BKB出太早出 后期会不会疲软 BKB太早出 后期会不会疲软 我不知道 但是你不出 不早出BKB 可能没有后期 这个我是知道的 冰女老大清兵 老大清兵 大清兵的对的 这说明这个兵女是会玩的 兵女大招这个东西 团战的时候正儿八经 能用上的次数十分有限 你不如把它转化成一些 更有用的辅助装 下玩的 虾玩的冰女开大清限 你知道吧 会玩 不是特别会玩的冰女开大留大打架 顶级冰女卡cd开大琴线 好 这里想一张大招钻住 一下两下三下 这里推过来一个法球 这边巨龙战匠连大招都懒得开了 这真是懒得开了 知道自己开了也没用 还不如让对方炼金自爆一下 冰女开悟偷矿什么水平 开悟偷矿 那就是顶级水准当中的顶级水准 小医生你看小医生的经济 小医生这边稍微打顺两拨 小医生的这个经济就起飞了 直接来到一半三了 这段时间为什么 你看为什么小学生的这个经济长这么快 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刷一些危险和远距离的线 你看这个时候你看那个兽的位置 大家看地图它的位置 但是因为现在场面上我是优势 知道吧 场面上我是优势 我就不怕这个 炼金是不是在这块玩躲水的游戏呢 好像我跟这打地鼠 小医生在高台上面现在有点有点无辜 有点无辜 他一直在刷一个相对危险的线 但是因为连续的团战的取胜和优势 让这个危险的空间 从能刷到危险 从危险到必须撤退 中间的这个空间被拉长了 被扩大了 这个东西扩大了以后 瘦的刷前的空间就变大了 然后它的这个安全系数也增加了 所以你看瘦的这个经济现在增长就非常快 而且是在另外两个大胳膊的经济增长速度 并没有变慢的一个前提下 它的增长速度就非常快了 感谢埃兰老板的马戏之王 谢谢老板 冰女的大招CDU转好了 她的大招CDU转好了 看一下冰女的一个站位 在这个高台上面 连金术是拿幻象再骗 再骗 这里直接动作后排的拉比克 拉比克秒了 拉比克一旦被秒的话 冰女大招就可以随便开了 船长在疯狂的头窜 关了灰耀头 这个CD能不能看见 好像不行 差了一点 冰封禁制的CD肯定是赚好了的 这个技能CD超级短 来了大叔 今天你播几场 今天的目标是播三场 目标是三场 这块小毛被对方一套技能打起来 连金术是没有大招 也直接跳脸 开始给输出 这边追过来两个发球 还差一下 对方这根船能撞到黑鸟吗 可以 黑鸟这边有点疼 老虎过来一发卫尸镜甲 小毛站在对方二塔下 疯狂A座 毫不慌张 老虎跳过来一个双发星落 黑鸟跳过来一个大招捶脸 这边接着给输出 连金术的大招CD终于赚好了 受这边A让技能开起来 亚托洛还不知死活的 再疯狂输出 大招开完了吧 那该我表演了 这里一顿追着输出 连金术有瓶子没有 没有 不着急 这边一个关终于生效了 老虎一根封路剑 连金术的瓶子上去 完美追击 小毛独带比赛 零换四 零换四 什么叫微光披风 加 大勋章的含金量 一再加上卫尸镜甲 加五号位兵女 大勋章全套给这黑鸟 我不知道刚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刚才有一段时间 就是对方输出了好多技能 打到这个黑鸟身上 然后黑鸟的血条是没有变化的 而且这个黑鸟还一直顶着二塔 他的血条是没有变化的 就是因为队友这边 又是卫尸镜甲 又是笛子 又是大勋章 全扔给他了 雅托洛被揍完 还有点高兴 这样的话 AME就下架装备 他准备出的是兵甲 这个兵甲出完了 应该就是要做那个 要做A仗了 可以养A仗给队友了 哎呀 现在兵甲涨价 涨的真的是太贵了 5175啊 什么呀 这涨这么贵 太贵了 实在是 现在就是等 炼金术室拿完这个兵甲之后 下一个装备就直接养一个A 继续出装的话 就是给黑鸟养一个A 这基本上就 这黑鸟就可以在前面 更加肆无忌惮的 去进行一个当肉盾的工作了 反正带强区 强区完了以后 马上就关自己 又能拖好几秒 这个时候队友呢 基本上就把对方的后排冲光了 两下一个狮王 这场比赛的输出点的话 其实是比较多的 就是XG这5个人都有输出 其实团战的时候 都是有输出的 冰女就要直接做了一个风胀 这不会这个5号位冰女打算出个大风胀 待会我来救人吧 反正风胀倒是也是一个打橘魔战将 不错的这不错的装备 看个这个亚头罗还在跑 跑进树林里面了 老虎预判了一下 对手可能在树林里面TP 不过预判的这个位置 他预判的位置不能说不对 只能说就是这波正好碰巧的对方 确实是没跟他想在一个地儿 果然跟咱们预测的装备是一样的 也是在出完了5家大店以后 没有积蓄给自己去强化 而是马上开始养了A 这个A让直接养给黑鸟 不打盾上高 他上高就不是非得要打盾 我上高这件事情没有难道必须要打盾 但是这场比赛回过头来啊 不得不吹一下亚头罗的这个打钱 和亚头罗的这个防干客的嗅觉 在整个地图出不去的情况 亚头罗一直在外面四处找钱去刷 团队经济落后2万2的情况下 亚头罗的个人经济 其实并没有比黑鸟落后太多 战士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在当前这个场面下 他距离这个兽纸差1000多块钱 这个差距也并不大 你看这个时候 差距又过了 集体过来去找 但是这个时候的巨魔战将已经去到了左上点 继续去刷钱了 他的这个躲 躲对方的人 还有找空档去刷钱的这个嗅觉 真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这边追过来 手撞一下 什么亚头罗还是选择开启了大招 开启大招呢 我就关你一下呗 无所谓 三五两段时间 哎呦 这中路 中路这边炼金术是被对方给反手抓死了 两边变成了大哥位的一换一 一这个确实有二太亏了 这是个血亏啊 我能剧透吗 呃 就可以剧透完了 就咱们就永风就完事了 这个无所谓 一个账号换一次剧透 我觉得这个倒是也不算太亏 这里 嘛 也不知 Estado 我看你 其实 我们更最近 而且 咱们 把这边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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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们 这个狮王现在已经逐渐的扛不住这个两下了 他现在大概能扛1.5下 狮王狮王现在被黑鸟打一件活象被神装的PA处理刀暴击 好这波洛杉盾打完了 那么黑鸟现在还没有拿到应该属于他的A杖 连金术也不知道干嘛呢一天到晚 这个时候就到了XD集体奴役 哎呦我去这兽子装备 小医生这场比赛是真没烧在地图各个角落里偷钱啊我跟你说 你看小医生这场比赛都什么装备了 跳刀BKBA杖卢心 打着打着突然间感觉好像不需要让练金术士去养他了 完全不需要让练金养他了 再打一会儿他这装备自己都出奇了 一个妹子非常努力的工作赚钱 期待着有一天能够被一个亿万富翁的白马王子来迎娶他 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努力成了一万富翁不需要白马王子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去笑死我了小医生这场比赛 这儿魔精黑鸟的魔精关一下炼金 炼金直接回来了 啊对了给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昨天在直播间测试了个东西 就是黑鸟的这个魔精的关 魔精关出来的那个影子是会被 会被那个什么啊 这边瘦突上篮看一下开始比给比被被拉了一手 炼金术士这个血量掉的有点快啊 这样比赛 拉比哥偷了个关这个东西还是好使的 看看黑鸟上篮炼金术士上篮开始给输出 黑鸟拍一个大 哦对方那边直接是用墓碑把自己给救下来了 炼金这儿往接着拆 船长给上一个插一个水 然后但是黑鸟关了一下自己留不住 那么这个时候炼金术士大招没有了往回撤一撤 跟几个稍微往回撤一撤稍微忍一忍啊 我们再等一个炼金术士大招 哎呦老虎这边上去浪了一下 黑鸟马上过来去掩护一手 看看船长的这个船心情撤回去 这个船好没有撞到任何人 然后这边船长又是一个潮汐波 炼金术士大招CT转好了 大招开起来 兽直接突突一下A仗技能开起来 雅头老开启了自己的大招 兽开启BGB拽着一顿摔 黑鸟这边玩命输车 雅头老这边剩一丝血直接带走 船长给了一个潮汐波 再加上一个洪流浪潮 AME在里边洗澡洗了个爽 好家伙 这是正儿八经来水上乐园玩来了 别人中了洪流浪潮 这是洪水来了 大家快跑 炼金术士中了洪流浪潮 我去温泉 炼金术士这个瓶子能扔出去吗 好像自爆了 好 现在自爆了 这边自爆一下 然后下路这个高地给他拆了 哎呦 这边拉米特偷了一个老虎的剑 还是射中了 黑鸟的关稍微慢了一点点 AME这里再开抓自己的大招 然后接着打 一用炼金术士 又被那方给上技能一套 分身开起来 小一声A让技能开起来 把那方吓跑 然后直接跑 我怎么手机小一抢了 这什么鬼 中路过来去拆一下对手的中路高地 这边完全不停啊 就插进这进攻打的 完全不带休息的 整个人都 看看这里再给一个潮汐波 推回来 拉米特一个局 再往回局 然后练金术士的大招结束了 大招结束了 然后开个分身 回来接着拆 你看插进这个高地上的 哎呦 插进这帮人这个自信是真的打出来了 我去 练金术士这块大招开一下 然后队友套上一个大勋章 然后老虎再奶一口 呃 黑鸟再关一下 就是打不死 就是打不死 急死了 然后这里也看一下潮汐波出来 说我直接一张技能开起来 加一个突一个踏踏实 驱魔秒了 我去 驱魔被秒了 这边迷上的拉米克 被那时候两个大哥出到脸上 说我这个船长给上一个潮汐波 再加火流浪潮 再加上船 技能给的不错 但是并挡不住你自己被击杀 老虎出了这个风杖立功了 黑鸟再给他一个关 这个冰女也打不死 冰女也打不死 说我这关又是一个po2的吧 Spirit打出了GT 恭喜XG 我的天哪 XG这是什么比赛啊 打的 就离谱 就离谱 行了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三老大叔 感谢各位观众大佬的收看和支持 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大家我们稍息休息一会儿 带来这个 双方BO2的第二场比赛 看看XG能不能够再接再厉 直接拿下对手再拿一分 我是道老大叔 咱们下场比赛见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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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